有请小令门不呼出力 男人里是两千二一一年全国际开户赛 欢迎奉论军五号 男人里是两千二一年全国际开户赛 一千二一年全国际开户赛 一千二一年全国际开户赛 投入民舅 通过任何国际 台湾高飞雪辽浅2013年 新冠赛南南冠军2014年新冠赛 南北冠军大湾冠军军 长季孤 请全提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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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山东电视体频道 为您现场直播的2014年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男子团体第六轮山东鲁能在主场 对阵山东卫桥创业男队的比赛 今天的第一盘的比赛 是张继科对山东卫桥创业的人号 单打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在济南市 奥提中心的东河体育馆来进行 在现场担任解说的是马肖阳和朵明生 大家晚上好 前边的这个五轮比赛 山东卫桥男队是保持全胜 目前高居平朝联赛 其实马上的首位 而且这也是这个波尔 就是从这个欧洲 比赛之后的这个首个主场亮相 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 因为今年这个鲁能是自在多冠 就是说这个波尔的加盟 可以就是完全的使得这个阵容的活跃化 因为这样的话波尔 既可以打单打也可以打双打 而且同样是左手的这个好帅呢 也可以是出任单打可以出任双打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阵容呢 就是非常的可以多样化 这样使得对手都非常难琢磨 而且今天这个卫桥创业队嘛 原来也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山东四节的队伍 从这个去年的时候 从甲A冲上来 然后到一直到今年的话 平朝的话 现在应该是排在一个中游水平 达到现在为止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我认为今天要是和这个鲁能队打的话 还是比较有差距 当然他们这个队里阵容也是这个冲超了之后 也是进行了补强 比如说把这个江天一 还有这个名将 这个马林 带过来 也是非常的不错 第一局比赛呢 张继柯现在是5比1领先人靠 我们现在呢在现场呢也看到一个小花絮 对 就是这个名将马林的球拍呢 在赛前现在在这个检验过程当中呢 可能是有一点问题 对刚才看到就是现在这个山东卫桥的这个主帅引销 引销知道原来也是山东队的这个鲁能队的主帅 也是刚才过去和这个就是技术官员沟通 因为好像是刚才看了一下 确实是板子好像是应该是厚度 或者是起就是拍面上有凹凸不平的不达标 上来张继柯打的还是应该是比较的放松 可以说感觉今年张继柯这个状态应该是非常的不错 就是包括打81队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连续战胜了这个樊振东还有徐晨浩 对 当时打81队因为81队是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赢得在竹上赢得81队 就是为这个排名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因为今年像包括这个主帅伯克力也说过 今年像这个81队还有宁波队都是那个重中之重 可以说这场比赛今天呢就是应该是要专门结束战斗 因为下轮的话呢还是要是山东鲁能队的赛程是对阵的这个宁波海亭速决 也就是说马龙延安那些队伍 对实力也是非常强劲 根据这个平超第一阶段的排名来说的话 还是鲁能争取要是拿到第一名的话 还是非常有利的 这样可以是按照平超规则是可以挑选二三四名中的任意一个对手 这样的话鲁能就可以完全 按自己的意愿 对 按照自己的意愿 现在只领先一分 好 八比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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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对阵上来说 重中之重 应该是在那个 波尔队玛林的内範比赛 其实原来的时候 玛林也自己说过 马林感觉是打这个 就是这个波尔也说过 波尔说感觉中国最难打的运动员就是马林 因为他觉得像这个中国运动员呢 特别是像马林为代表这种前三板 直板技术是非常好 所以他这个波尔打起来非常别扭 这个波尔呢 是在 两次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获得了冠军 2002年世界杯南丹冠军 05年世界杯的南丹冠军 应该说和中国的这些高水平的运动员在一起 还是比较熟悉 对 第一局比赛张继科是11比6 战胜了仁浩 现在1比0领先对手 5五四瓶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张继科对仁浩的第二局的比赛 仁浩先拿下第一分 仁浩1比0领先张继科 像这种小将和张继科打一定是抱着一个这种拼的心态 但是张继科就是在这个开局的时候把这个比分优势奠定过 这样的话也是把他这个信心啊给这个直接给压下去 不要让他越打越有自信心 这样的话还容易这个超市兵发挥 2比0 仁浩的两个发球都拿到分数 3比0 第二局开始之后呢仁浩是连得3分 0比4 第二局开始之后呢对张继科来说 好像从分数上来讲并不是太有力 5比0 对感觉张继科的状态一下子就是一点没大有了 可能是第一局赢呢是不是过于轻松 第二局上来还是有点松 终于拿到了第一分啊 1比5 但是现在年轻的球员跟张继科打都是去拼的 对都是非常希望一战成名 他现在是目标太大 对 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意思就是现在这个马林的板子一直还是在检验 说明这个板子检验看的情况还不是非常的合格 嗯 好像还是这个正手海绵这一块出现了问题 现在张继科呢是慢慢的追上来啊 3比6还落后仁浩三个球 4比6 因为张继科的这个相持的实力啊 还有相持的实力 的旋转和速度都是在这个对方之上 所以说一时大夜的话呢 张继科也是完全这个局势和节奏都是由张继科来掌控的 哦 这个球仁浩打得好啊 好 速度非常的快 正手的这一板也是相当的凶 现在是4比7 张继科还落后三分 哎 这个球是太短了 对 根本没有出台 对 没有出台 嗯 4比8 看这个球 这是一个运气球啊 张继科抓住了机会 这是一个运气球啊 对 看出来这个小将任号出手非常的果断 对 那一板球都是非常坚决 就是能发上十分力 绝对不会去用八分 对 对 都是这种薄纱球 9比5 换发球 张继科来发球 5比9 而且现在他在相持中压制张继科这个中路啊 张继科也是有点别扭的 虽然这种球没有打上 但是感觉什么 只要打过来的这个威胁就非常大 嗯 我感觉今天这个任号他的这个反手拧拉这一板哈 就是抢攻啊还是非常的及时吧 对 好大胆 刚说了这又是一个 嗯 10比6 任号是拿到了局点 这个球呢 是 并没有 上二啊 没有擦边 张继科7比10 还落后三个球 11比7 任号赢下第二局 这样在前两局的双方是打成了1比1 对 一上来之后啊 张继科 大概要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啊 张继科多少还是有一点点放松啊 所以任号基本上就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 曾经5比0领先 对一上来这个比分这个分手拉得太大了 张景鹤就是后面的话想追起来确实有点困难 而且再加上对方他这个上手都是非常的果断 并且质量很高 就是说他在就上手很质量很高的情况下呢 并且现在命中率还是不低 所以说这样的话让张景鹤打起来确实是很有难度 还是像一开始咱们说那样 不要让这个小将把这个状态给打出来 还是应该是把他抓紧给这个 从比分开局开始把他比分拉开 把他压住 在这个第二集结束之后 这个马林还是继续与这个技术官员进行沟通 关于他这个球拍这个检测 现在确实也成为这个 现在山东卫桥队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 这样的话肯定是对这个卫桥队 包括对于这个马林 甚至对于这个人好 他都是有一定很大的影响 1比1 那你和2比1领先 2比2平 我还记得咱们当时去年转这个主场的时候就是八一队也是名不经转的这个小将徐琛号 后来也是因为张继柯有的时候他有时候有点收 他打球的时候有点收回 这时候许晨浩他就完全自己就是爆发出来 所以包括张继柯让他打得很顺也是 这样的完全高质量的球 后来打了张继柯也是感觉直摇头 也不是说张继柯实力不如对方 还是因为让对方把这个自己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了 张继柯呢刚刚是连得两三 张继柯现在4比2领先连号 这个第一个球的时候呢是擦边 有点运气 对啊 而且对手这个反手拉球很有意思啊 感觉他就是在反手拉的时候没有让开位 他全是反手的时候他是被球给顶住了 他全都是往上撩起来的 其实这个球也没有很强的质量和旋转 6比3 主要是张继柯先上手 这个球是完全一点都没有问题 谢谢 张紧柯现在是7比4领先 张紧柯现在是7比4领先 8比4 张紧柯先让手 这样的话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 特别张紧柯的反手拧拉 旋转和力量都是非常的强 张紧柯加油 其实打的对方很简单 关键还是自己发挥出正常水平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8比5 8比5 9比5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的话 鲁能士出到了客队 其实张紧柯打的是2号单打 1号单打是波尔打 波尔 然后对方的这个任号呢 是打的1号单打 张紧柯有局点了 11比5 张紧柯赢下第三局 这样在前三局呢 张紧柯是2比1 领先人号 嗯 刚才这局啊 这个小杨也多次提到 就是张紧柯抢先上手的话 对方就没有什么机会 啊 对张紧柯抢先上手 还有一个话 张紧柯如果要是有经验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个人认为 应该趁着这个马林的这个板 没有解决好的时候啊 张紧柯抓紧拿下 嗯 这样的话就给对方更少的喘息时间 对 你现在的话你多对方多赢一局 多赢一分 他的这个板子就有办法处理 对 对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技术人员 那在这个休息室那个过道里头 也在接电话 对 也是接电话在交涉 因为这种情况 像咱们转拼招的时候 是很少情况出现的 对 不过能看出来 马林他还是有点 有点生气 对 他情绪不太好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来讲的话 这个样的话 感觉世界大赛都见过 像这种拼招比赛的话 检验不合格 确实是有点 不太满意吧 也是啊 这又一次又在检验 因为本身的时候 马林在这个 就是应该 这个交板的时候 是应该在赛前训练的时候 就应该把板子先交上 或者是先验完再训练 马林是一开始先是自己训练 去训练 等到了就是 马上要开赛的时候 才把板子交给了这个技术官员 嗯 所以那时候就发现了事情 就已经比较晚了 对 第二盘就是博尔队马林 对 所以这样子 就是越早拿下去比赛的话 压力 在马林那边压力就会更大 对 但是我认为就是 像这种打国际大赛的时候呢 这个优秀的运动员 他都会带两块板子 一块主用一块备用 嗯 谢谢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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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局比赛现在是2比2平 张尼科又拿到1分 3比2 刚才话说回来还是有经验的运员 他都会带两个板子 并且运员在国家队训练的时候 我们也看过这个采访和报道 就是说有很多的运动员 像刘国梁主教练就说 他给你粘板子 这个板子粘上去变什么之类的 你都不知道 把板子你拿过来就必须得用 用就必须得打比赛 就是说对抗种种不利的这种环境 所以说这种优性的运动员 也是完全应该是能 完全能够克服自己这个 包括板子上这些什么 气血上的这种外在原因上的这种存在 赞织科现在是慢慢的把比分拉开 5比2领先人号 但是山东北桥这边 引销知道也非常有经验 先叫一个暂停 换中一下 是啊 其实这个就我个人认为 这个暂停有好几种意思 就是为什么 第一个是这个比较关键分数 这是比较关键分数 任号如果要是这分再输了以后 确实是不好追了 6比2以后是不好追了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马林这个板子 一直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也是想棚研一下时间 注意两种考虑的话 这个暂停叫的都是非常合理的 第四局的比赛继续 6比2 每拉一把球的质量都是非常高 赞织科也是自己在给自己调动这个情绪 是啊 每拉一把球呢 当时给自己在加油 好球 这个是一个运气球 对 关键还是对方这个强先上手的意识 还是非常的调 对 3比6 7比3 打击相吃来讲的话 张继科的相吃是肯定 这个任号相比的话 差距会比较大的 嗯 现在我们看到马林和这个技术官员 又又估计又在去交涉 确实因为这比赛就马上正常来讲要结束了 第一场比赛 队同学好 张继科加油 加油 张继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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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漂亮 人浩这个球打丢了 他也是没有想到 对 王虎手拿把钻的这种球 你反而可能稍一松 就打丢了 这个球其实只要打在案子上 他可基本上有这个办法 对 来 10比4 我正是张继柯的这个盘点 漂亮 11比4 张继柯呢 是 又拿下了第四局 从而以3比1 战胜人号 取得了今天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在大比分上的山东鲁龙 现在也是1比0 领先山东卫桥创业队 10比4 13比4 12比4 30比4 12比4 11比4 12比4 十比4 12比4 12比4 13比5 15比5 13比4 15比5 13比5 15比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